万无所不通,无所不测,万测了天地人,万物万类,万测了三十三天万,万测了千金万典,万测了千法万法,万测了千教万教,万测了千佛万祖,万测了我之一身。 此乃显天大道宝贵的真意,人,人必须知真觉,亦即是人,人与我,我,与人,人良心之行也。 此乃万众一心,万国一家世界大同,此先天大道之宝贵也。 二,道与我有蛇们关系道的宝贵,在于他大而无所不包,细而无所不入。 天地生成之后,道贯穿于天地万物万类,使得日月星辰之运转。 各有其时,四时之交替万物之交涨,各有其虚。 而最宝贵的是,各天地万物的主宰,同时也是我们人一身之主宰。 因此,我们不只要盼求天地间的智力,更要回头认识我们身上不有的真理。 不天天大道即是性理真传道的宝贵,并不在于他有什么神秘稀有或特殊之处,而是在于他平时。 但我们,确实时刻刻离不开他的本体与妙用。 我们反观一下自身,就会发觉我们身体的结构是非常精密和奥妙的。 我们轻轻地握一下手,就算是这么简单的一个动作,其中所牵涉到的所有关节物理作用能量化学反应神经系统资料讯息之传输,及脑部分析判断和命令之下达。 以目前全世界的科技知识和文明水准,也无法一一表达出来。 但是我们做出个动作的能力,却完全不应个人知道上了程度的差异,而有任何影响。 不论是学是多丰富的学者,或是目不是兵饭夫狗族。 不论是成人,或是刚出生不久的婴儿,都可以轻而易举地做出的动作。 人人与生俱来,不学而知,不学而能,无增无减的良知良能,就是主宰我们一身的道。 我们有学体而得到的知识和才能,有旺季的时候,有疏远的时候。 而道的本体和妙用,不用学习,不用思考,大而能主宰宇宙的运作校长,小而能主宰我们一身知识听言动。 我们有而不知其有,用而不知其用,却有无时无刻不能缺少它。 不增不减,但自举足一切,我们身上固有的道,因为就在我们身上,又称作自信老。 我们了解了,各主宰天地万物的道,在我们身上就有。 它的作用不应受到我们赞美或否认,而有任何增减。 无论众族肤色国籍宗教信仰或平贱富贵,均无分无别。 因此,我们能求得天天大道,不只找到了宇宙的根本源头,也找到了不生不灭的真我。 不只认识了宇宙,也认识了我一身的真正主宰。 不只追求到了宇宙之智力,也找回了我身上本有的真理与良知良能。 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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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